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牛妈冲冲冲 牛妈一家六口东京旅行 其中一站就是去到了位于台场的Diver City, Tokyo Plaza 因为在这个商场里有一个特别的博物馆 便便博物馆 是的,你没有看错 这个确实是一个以大便为主题的博物馆 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家孩子自己在网上查到 决定这次旅行一定要去看看的地方 一进门的问候语就写了一段让我觉得有点搞笑的话 日本引以为傲的卡哇伊文化居然有便便的一席之地呢 那就让我们一起和孩子们去探索一下便便的可爱之处吧 正是参观之前工作人员会把注意事项给大家说清楚 包括看管好孩子 不能停放宴儿车和行李 不能扔球 禁止饮食 以及不能触摸展品 门口也有关于博物馆的信息小册子供大家参考 一进去大家就先观看了一个简短的视频 里面播放的基本就是这个博物馆里会展出的东西 五彩缤纷的非常的可爱 接下来就是要去制作一款属于自己的便便 工作人员给大家讲解了制作的过程以及要喊的口号 这时候小朋友们都已经开始兴奋起来了 进到下一个房间就可以看到五颜六色一排马桶 这也是大家要制作便便的地方 工作人员先提前讲解一下 大家各自选择一个马桶坐上去 接着大喊一声 属于你自己的便便就制作出来了 每一款便便都是不同颜色的 工作人员还会给你一根竹签让你把便便插进去 这样拿着比较方便 再进到下一个房间就是博物馆的主管了 首先你看到的是一个比较大的立体的便便形状的屏幕 它下面是一个波波池 小朋友们可以脱掉鞋子进去玩一下球 里面藏着一些便便可以让孩子们找一下 不过这里感觉更适合小一点的宝宝玩 而且地方也不大 我们家只有妹妹感兴趣在这里面玩 不知不觉找了好多便便出来 它有一个便便火山爆发的时间段 那个时候小朋友们都会聚集在这里 随着倒计时一起看便便喷发 博物馆里还分了不同的小房间 里面分别展示了不同主题不同形状 颜色缤纷的各种便便以及相关的东西 真的是非常的kawaii 是打卡拍照的好地方 这里面还有一些让小朋友们动一动的小游戏 比如这个踩大便的游戏 连孩子他爸都玩的不一乐乎 还有用声音喊出大便 看看谁的便便最高的游戏 还有用双手接大便 考验反应能力的游戏 姐姐试了两次都没接住 她也有一些游戏机 里面有些关于便便的小游戏可以玩 这里就只适合大一点孩子玩了 还有一片地方是让孩子们自己画便便 这里就可以发挥想象力 画出你自己认为的便便的样子 最后一部分展馆也挺特别的 它是便便形状的动物 毛绒绒的非常可爱 加了一些装饰 有些类似恐龙 这里就需要孩子们发挥想象力了 有的摸一下尾巴还会动 这里给小一点的孩子做感官体验也还不错 出口的地方有精心的设计 这里出去以后是不可以再入场的 里面这样一圈玩下来 大概一个小时内就可以玩完 这个博物馆其实挺小的 感觉只适合小一点的孩子玩 它出口的地方还有一个商店 里面卖的都是各种便便为主题的东西 它旁边是一家很大的Hello Kitty专卖店 这个商场挺大的 每一家店铺都很大 有很多东西可以看 而这个便便博物馆感觉更适合 你有时间的顺便打卡一下 它的网站上有详细的信息介绍 每天开门的时间也有不同 票价也会不同 我特别推荐大家去Klook的网站上 注册一个账户 在上面买票会有优惠 我们这次去东京旅行 很多票都是在上面买的 节省了不少钱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